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谢谢主持人 谢谢观众 先给观众们 提问之前先给观众们指出一个 刚才Terry他其实也 有讲到就是说 Problem 16和联邦的宪法 是完全一致的 我想请观众 朋友们先思考一下 既然是完全一致的 为什么要把16 要从加州宪法里面拿掉 这个不是给Terry的问题 那么给Terry的问题是 你们的网站上有提到 Fact A few wealthy donors are trying to use race to divide us 这是你们网站上的内容 你们的列举的所谓的 七个facts之一 那意思是什么呢 意思是说有一小部分大金主 正在试图用种族来分裂我 那么请大家注意 目前 ES方 所收到的政治捐款里面 是有两个大金主 拿到了250万美元的捐款 其他呢 还有很多的捐款 是从民主党的 各级的这个 政客 和这个候选人那里 拿来的捐款 而我们反对方呢 却都是代表民意的 普通民众所做的小额捐款 所以 如果说你们说的这个Fact A few wealthy donors are trying to use race to divide us 这个是不是一个Fact 如果是Fact 那是不是说 支持你们的这些 A few wealthy donors are trying to use race to divide us 所以 好 这就是我给Terry的问题 你们是不是正在 用种族议题 来分裂我们这个社会 分裂加州 好 请 Terry回答 你这个问题比较尖语 好 我想先说一句 虽然你刚才说 那个不是问题 我们陈述的Purpose 16 是完全符合 限好框架的 为什么我们要 Kill 2009 就是因为 它阻挡了整个政府 用一个灵活的工具 去帮助弱势群体 就像我们刚才说的 那我再强调一遍 那另外呢 既然您要提这个 关于捐款的一个事 我想 我们也看到 就是你们那边 最大的一个donor 是Eddie Blum 它下面的这个联盟 那这个组织 我也给大家 普及普及吧 就是说 是什么人在想利用 利用这样的一个议题 在 Divided the Minorities 好吧 Eddie Blum 曾经一直在寻找 一些白人的女性的学生 去打官司 去希望把 Affirmative Action 从这个高校的 这个录取中拿走 那之前的 他在德州的两个案子 找那个Fisher 想打官司 就是Eddie Blum 那么他也是你们的支持者 那可惜 最高法师 没有支持他的这个案子 他都输了 那后面呢 他又找到了 吴博士的这个组织 找到了赵玉空先生 来合作 然后又通过 想把亚裔 打扮成一个受害者 然后又去告Hover 那 这包括这两天 前两天 Yale的那个司法部的案子 其实 我就觉得 从道理上来说 我就觉得很可笑 一个 一个白人 Yale录取了 占比超过50% 亚裔接近了20% 这两个族裔拿到了 Yale 70%的名额 然后还被告说 Yale歧视了这两个族裔 我觉得是非常可笑的 而背后的力量 其实就是Eddie Blum 在后面 十几年来的 一直的反对Affirmative Action 希望能够把Affirmative Action 从美国的这种 宪法的 就是最高院判决的 这种合法的身份 把它清除掉 所以究竟是谁 在分裂我们的少数族裔 我觉得这个 一直就是这么一小伙人 包括Word Connelly 在内 那么也请 这个Yale可以给我们 补充补充 他对这几个案子 也更加的了解 谢谢 是 Eddie Blum 这个可以去了解他下 SFFA这个组织 它的组织呢 是有非常多的 Dark Money 所有的Donner都是不署名的 这个你们可以去上网去查 这是在NPR 这个Radio上都有报道 所以说它其实是一个 美国极右派在支持的一个组织 所以说 这关于说 Eddie Blum 是不是真的在为亚裔争取权利呢 在最近这个 这个新冠病毒爆发以后 有很多攻击亚裔的言论 说是中国病毒啊 空服服务啊 让亚裔滚回去啊 谩骂殴打 这种事情 这种没有一个右翼的组织 出来替亚裔说话 所以说 如果真是维护亚裔的 生存空间和平等权利 为什么这个时候都不出现 所以说这个Terry说的 非常好 就是说他其实是 一直想把Affortive Action 从宪法里取掉 现在Affortive Action是符合宪法的 他呢其实是在利用亚裔 来打热官司 他15年利用Fisher去打官司 输了以后 他就选到了亚裔 想作为压力 利用亚裔作为他的枪口去打 这个他要反对的这个政策 但是被什么真正压抑的意义 受到伤害的时候 他并没有出来 所以说 他的用心在何处呢 所以说大家需要大家了解一下 而且他的 可以去查他的网站 他会员是30元 一年的会员费 但是他有大量的资金 在后面运转 所有的都是Dark Money 没有一个是放在民面上的 所以说这点我希望大家 大家也要有所了解 好 谢谢你们的回应 嗯 好 谢谢 啊 好